待會幫我一樣開啟那個就是搜尋一下開放資料 有沒有上個禮拜跟各位講過 開放資料裡面現在一堆資料 大概有幾萬個吧 至少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的話 目前的話它大概上面至少五六萬個跑不掉 大概六萬多個資料 其中的話假設我們比較關心的 當然你也可以找其他的像什麼地價 現在應該公告地價或者是房屋的價錢 或者疫情 營業稅等等的 那如果我們比較關心 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竊道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台北市到底哪一個地方的竊道案件最多 那當然竊道又分成汽車的啦 自行車的啦 那如果說我想要知道 因為可能我想要這個住台北市好了 不過現在住台北市這感覺好像越來越難了 那假如你住哪裡會是最好的 比如說你租房就好了 OK 那你可以找到住宅竊道的資訊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開放資料它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你可以在點選之前 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格式 那其中的話最普遍就是CSV 那這個CSV的話它有一個優點 就說它直接可以用儀式打開 OK 但是呢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CSV呢 如果你點擊進來之後 下載的話點這裡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它點一下 OK 它就可以幫我下載下來 CSV 第二個的話可以點那個檢視資料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那格式是CSV沒錯 那裡面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五個欄位 包括編號 案類 然後發生日期 發生時段 發生地點 另外的話它的編碼格式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編碼格式的話 假如說是UTF8的話 要跟各位講 上禮拜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UTF8 假如說你用以色有開的話 理論上會是亂忙 為什麼呢 因為 不過新的版本好像有修正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假設不是用到最新的版本的話 它恐怕必須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稍微變更一下 有沒有 這個資料呢 如果你要把它打開 修正它的編碼方式的話 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檔案的時候可以用記事本 那你會發現記事本打開的話 理論上不會是亂碼 它會自主幫你轉換 那另存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如說你下載CSV的檔案 打開之後發現亂碼的話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編碼方式 改成ANSI 再直接存檔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你再重新打開 Excel 就不會是亂碼了 那理論上當然我們做這個動作是必要的 只是因為現在新的版本 不用做 它也已經幫我們可以打開 不會亂碼了 不過前提是必須要是最新的版本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它儲存一下 它會出現這個 把它覆蓋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 把這個檔案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即時啦 這個什麼 可能會發生遺漏 那為什麼遺漏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CSV檔 如果假如說 你這樣要存檔的話 請務必記得 再把檔案 另存成Excel的格式 不然的話 CSV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只有一個工作表 你不能有多個工作表 所以假如說 你將來有多個工作表 你存檔的時候 記得用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Excel的格式 有沒有 它這邊預設是CSV 而且後面有個瓜糊 跟你講說 CSV是什麼樣的格式 它是用豆點分割的文字檔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文字檔 如果你假設 將來練習完之後 希望把它存檔正確的話呢 記得把它存成Excel的 那個回業部 這個格式 OK 那最後再存檔 記得要存對 因為上一堂課好像就有同學 存錯了 因為它本來那個CSV 它就直接給它存檔 它好像會跳出警告 它還是繼續存 結果發現 它之前做的其他工作表的資料 就不見了 那救得回來嗎 救不回來 OK 所以這一點 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好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這個資料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A到E欄 如果你要讓它自動調整欄寬的話 我的習慣是 A到E選取 在他們中間欄位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全部調整欄寬了 其實這個功能 就跟你按一下 這邊有個格式裡面的 自動調欄寬是一樣 這邊有個自動調欄寬也是一樣 欄寬自動調一下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第一個 先把欄寬稍微調一下 第二個的話 稍微知道一下 到底這個資料 總比數 總共有幾比 你可以按Ctrl向下 它會幫你跳到這個資料的最下面 總共的話是3322筆 扣掉欄位的話 就3321筆 OK 那我們來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想要知道 三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我想知道說 到底發生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歷年來這個切刀案件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有沒有 104年的這麼多 但是104年到底有幾比 你可能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要算一下104開頭的大概有幾比 然後105年的有幾比 106年的有幾比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資料太多了 控告統計 還真有點麻煩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快速統計出來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 歷年來到底哪一個 到底這個歷年的那個住宅切刀的案件 是否增加 那這個地方的話該怎麼做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今天希望得到一個圖表 類似像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得到的最後結果 就是104到110 切刀案件 所以每年逐年減少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圖 大概就知道 台北市的治安 以切刀案件來看 應該是變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得到這個結果 OK 包含這邊有個圖 這邊有個表 圖表 那這個圖表的部分 主要我們後面會用到一個 也是有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做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叫樞紐分析圖 一個可以幫你做表 一個可以幫你畫圖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要來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第二個問題 就是台北市哪一區的切刀案件最多 區 可是你想說這邊有地址 但是它沒有一個欄位叫區 那怎麼辦 那第三個問題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 除了區之外 我想要知道說 台北市哪一條路上面 不是哪一條 哪前十條 那個路上的切刀案件是最高的 也就是說 像這個是什麼 廈門街 這個是什麼 這它會跳掉 這個是萬寧傑 宗孝東 跟 有同學 好像 分享到案到了 先把那個檔案下載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 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先做 針對第一個問題來做練習 發生日期 可是問題 你想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直接可以用 發生日期的這個欄位 來做那個樞紐分析 跟各位講 不行 為什麼 因為發生日期裡面的話 它除了年之外 還有月跟日 可是樞紐分析表 沒那麼聰明 它沒有辦法說 直接幫你把年的部分取出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它沒辦法幫你切割 那你可以自己來 所以你可以在發生日期的右邊 按右鍵插入一個欄位